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过这么多集 很多观众的留言都想我讲讲懸挂系统 好 我们今次就找数了 不过我说明懸挂系统博大精深 没什么可能在十几分钟之内讲得太多 太全面的 我目的就只有一个 就是介绍懸挂系统的基本原理 和希望令大家学会如何欣赏一个懸挂系统 如果你看明白今集之后 你看一看传统设计 或者安装车 你大致猜到这辆车的操控性 和行走动态 这就非常不错了 这幅图是一个懸挂系统的示意图 我们想像一下 如果一辆车没有懸挂系统会如何呢 你试试将超级市场的车车 推去停车场 你看会如何 是否成功办法 因此我们需要将 装了重物的车车 和车车之间 加一些东西 令到它很舒服 可以吸收震荡 除了上车的乘客舒服之外 其实还有两个功能 第一 就是要支撑车身的高度 第二 就是提高操控性 上个一个重物 可以看成车身 车身下底 通常都会有弹弓 有个吸震筒 或者叫被震 为什么要这两样东西呢 弹弓呢 就是提供一个弹性的缓冲 它可以伸缩 如果车轮的高低粒的话 它缩起就可以射了一些力 但问题 弹弓有个缺点 就是你激发了它的震荡 它就不断地震下震下 我们要用一个减震器 去把它平复回 否则不断震 车上高型也不会舒服的 有了这两样东西之后 下底 就会是一些 适动的东西 包括车轮 那个盒 连怪系统的连杆 波士等等 最后你会看到 下底是弹弓仔 其实是车胎 因为车胎本身 也有点弹性 是可以吸收一些冲击的 这个叫做 Compound Pendulum 一个复合的摇摆 如果下底的重物 这个小的重物 如果是越重 上高的重物 受到它的影响就越大 所以我们设计一个弦怪系统 如果你想舒服 下底 我们叫做 Unsprung weight 这个重量 是越轻 是越好的 两个好处 第一 它不会因为下底的震动 去影响到上高的震动 第二 就是它轻 弹起了之后 很快跌回到地上 就不会令到它那个 爪地力降低 所以你的Unsprung rate 是越轻越好 弹弓都有几种 常见的就是螺旋蛋黄 Coin Spring 有时我们看到的玄怪系统 它没有弹弓的 只有一条棍 那一条就是弹弓 那一种弹弓 就叫拖腎巴 扭力杆 还有一种弹弓 就是我们经常在大货车 都会看到的 就是一搭这样的弹弓片 那种叫叶片弹弓 Leaf Spring 还有一种弹弓 就是一个充气囊 现在的双层巴士 或者很高级的私家车 都会用这种 所谓的Air Spring 弹弓大致是分这四种 吸震筒的设计有很多种类 其实大原理只有一个 就是利用一个液压的原理 在一个系统里面 装着一些液体 然后有个Piston 在它中间那里走 Piston上高 就弄了一些洞 目的就是为了阻慢它 不让它走得那么快 那当然 结契有很多种 有些双筒 丹筒 充气 那我们就不在这里 详细讲了 有些车你看到它没有避震 通常有什么呢 就是用叶片弹黄的车 就没有避震筒的 原因就是叶片弹黄 是一搭的 那么弹黄伸缩的时候 本身弹黄片之间的摩擦 也都可以做到一个 减震的功能 所以那种车 就未必有吸震筒 第三种重要零件 就是它有连杆 连杆 就是构成一个 懸挂系统的种类 它的几毫是怎么样 独立还是非独立 就是由连杆组成的 所以 接着我们就慢慢去分析 懸挂系统的种类 所谓种类 其实就是它的连杆结构是怎么样 汽车的懸挂系统 如果要分类 大致上可以分成两种 一种叫做独立式 一种叫做非独立式 独立式顾名思义 就是左右两边车车 和车身的连接的连杆 是各有各的 左边还左边 右边还右边 而非独立式 就是左右用一支很粗壮的连杆 所以连着它就好像用竹签 捉住两处鱼蛋 大家就肯定了 要说好处和不好处 其实就不能一概而论 各有各的特色和使用的优劣 我们先讲独立 独立玄挂系统 左右的连杆是独立的 所以它可以做得轻巧一点 unspung weight hang 便舒服一点 但是关节是比较多 所以内用性又吃虧了 还有你留意一下 车轮和地下的关系 因为它是独立左右会动 所以如果设计得好 它可以帮助你转弯 但是如果设计得不好 就可能令到你的操控性差了 但是永远有一样好处 就是它的unspung weight hang 彈起了之后 跌回地下的速度是会快一点 所以它能够 紧贴地下的时间是多了 这个是它的好处 非独立刚刚相反 连杆是比较重 弹起上来 跌回地上 需要的时间是长一点 但是 因为它有一支 杆穿着两个车 它永远保持着 两个车和地下的角度是不变 这个对于 抓地力来说 就是有帮助的 但是unspung weight 就当然没那么舒服 但是它结构简单 它有内用 所以是会有优劣的 接下来我会再详细讲一讲 独立悬挂系统 和非独立悬挂系统的一些细节 我们先简单讲起来 非独立悬挂 我们看第一张图 这个是马车年代的设计 上边有个车身 下面有一支硬的车軸 这个时候由于车是没有动力 是比马拉的 所以它可以设计得很简单 轴中间用两条弹弓 顶着车身就可以了 但是去到汽车就不同了 汽车本身是有发动机 一个会转的车轴 我们怎样固定在车身上 就需要为那条车轴 加一个轴套 这种设计就是Live Exo Exo本身是会转的 但是轴套本身不转 就可以跟车身连起 这种就是最典型的非独立悬挂系统 尤其是用在后轮驱动 但是大家想到 当车轴有动力 车轮是有动力 车轮一转 车轮一转 那条车轮想先走 车车轮就在后面 就跟你拜拜 那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除了弹弓之外 我们还要找个结构 固定车体和车轴 不要走去 最早期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用Live Spring 因为叶片弹黄的光性很大 所以除了提供弹力之外 它还可以提供一个固定的功能 所以Live Spring 100年前用到今天 大货车也正在用 但Live Spring 当然有缺点 比如有吵 有硬 对于私家车来说 又不是那么合用 于是人们就想想 用年杆 大家看看第三幅图 第三幅图 是由上高 很看下去的 一个后轮驱动的后轴 这种设计 是叫做 硬轴Live Exo 五连杆 那五条连杆是怎么计的呢 有两条是连着前面 有两条是连着后面 我们这样四条 连杆拉着它的话 车轮一转 那条车轴一走 那就带到车身走 但是这些连杆 前后是很有力的 左右转轮转 那条车轴 如果向两边走 怎么办 就转车加一条拉杆 这条拉杆有名 叫做Pant Hat Rod 有了Pant Hat Rod 前后又不动 左右又难固定 这个设计 大家觉得非常成熟 所以一直用 用了很多年 我们今天正在乘坐车 是用这个方法 我们不久之前试过一架 施力架就是用这个设计 甚至乎我们现在搭的的士 未转头转之前 如果是后驱的士 都是用这种设计 你想想这种设计 如果车轴上下摇动 譬如避震散散的 走的凹凸路 动态会是怎样的呢 虽然Panheadwalk是限制了车轴 和车身之间大幅度左右摇动 但它不能完全做到绝对平衡 它还是斜斜的 所以当车轴弹起的时候 它仍然会有些角度变化 令到车轴和车体之间 是有少少相对运动的 所以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坐一些比较旧的的士 如果走烂路 你就会这样的 原因就是因为Panheadwalk 升高和降低的时候 令到车轴有少少左右摇摆 这个就是Live Exo 五连杆圆框的特色 我们讲了这么久 都是讲后驱车的 后续的圆架系统 前驱车是怎样的呢 最初由后驱转做前驱 很多工程师都很开心 不用对着这份事 因为后驱转了前驱之后 后续是没有动力的 没有动力 圆架系统怎么做都可以 简简单单 所以很多人都急不及待 将后圆架系统 转了做独立 所以你看到八九十年代的 小型的日本车 一转了头驱之后 全部用了独立的尾圆架 当然有个好处 就算是小车 都得到一个舒服的乘坐感 但在欧洲的情况不同 欧洲的人都想到其他东西 独立的后圆架系统 虽然接地好 但指向是中性 但头驱车 总体来说 因为重心向前 它有个推头 understeer的现象 尾车太过中性 是不是那么好的 所以欧洲人就想了一套 好东西出来 就是叫做 拖顺便 扭力量 其实它是一套 非独立圆架系统 大家看一看图四 左驱和右驱 是被一个H型的钢架连着 这个钢架 是透过一些 远远的杯士 和车体连接在一起 这个图是由上高看下去的 这个车是转左 离心力就向右 后面两个车 和地下之间产生的向心力 就推向左边 有趣的事就发生了 你要见到整个拖顺便 是因为这两股的力量 就令到整个拖顺便 是可以向这个方向 有少少移动 移动了之后 那两个车车 就会向这个方向摆 外弯的车就to out 内弯的车就to in 其实某程度上 就是一个四轮转向的感觉 就帮这辆车转快了很多 去到2000年之后 你发觉欧洲车 日本车 甚至乎是美国车 小型的前驱 大家都很中用这个设计 因为又便宜又简单 而且令到一架前驱车 那个操控性能 是大大提升 变得非常连活 下一集我会讲 懸挂系统里面 最重要的地方 独立懸挂的分类 它们的camper change是怎样 road control是怎样 对于行车的性能动态是怎样 千万别错过